想请教大家 请问星云大师 有求什么吗 有 你还记得大师 原集之后 我们经常在念诵大师的 流传下来的一个祭语 你还记得吗 问我 一生何所求 平安 幸福 照五周 大师 心里面求的是希望 铺天下所有众生 都是幸福安乐的 为什么大师 这个高僧大德 他也有所求 他不是无求 他应该是没有这些 像我们世间人的 要知道 大师 这个祭语 前后出现了三个版本 从最早 第一个版本 问我一生何功德 所以最后他写的 佛光 普照 三千界 或者是 平安 幸福 照五周 后面 前面那些再怎么改 但是第三句 从何所求 到中间有一段时间 何所愿 最后来了何所求 光是这三句 我们可以从里面 学习到什么 大师在 1996年 那个年代 刚刚写下这一首 所寄予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佛光山 开山 三十周年 当时候的一个社会 普遍大家还是对 我是一个佛教徒 会觉得 我们做的事情 到底对的还是不对的 大师要给大家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人间佛教 我们所做的 社会事业 慈善事业 文教的事业 这一些都是为了众生 为了世界的和平 为了带给大家幸福安乐的 所以当他提这一句的时候 何功德 表示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德 是代表着佛光山全体大众 所有的僧性恶众 大家要肯定 我们就是带着一份慈悲 一份智慧 我们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带到社会上面这件事情 大家要有信心 我们要肯定 过了一些时间 大家又看到了 大师把它改成何所愿 那个时候大概是佛光山开山 四十周年了 这个阶段的佛光山 不再需要再提醒大家 我们要给自己信心 前面的那么多年 大家都已经具足信心了 像接下来往前的路 我们不要只是在看到过去 我们的所做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 还要踏在现在的这个基础 看一看我们的未来 未来要做什么 未来我们还是要带着一份慈悲 带着一份智慧 还是要把佛光普照到三千界 要带给众生幸福安乐 所以这个愿 你可以说 这个愿是有展望未来的 最后 一个版本 就是差不多临近佛光山开山五十年了 大师竟然用的 放开了何所愿 竟然用了何所求 为什么是求 大家可能会觉得 求不就是我们一般 我想要渴望 我想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份心吗 大师 这个求 你可以说 他其实是非常地放下自己的身段 可以说他自己呢 现在一切让他归零 这样子来看 在法华经里面 会说到一个大菩萨 在行使菩萨道的过程里面 慈悲绝对是有的 在他继续往前走的路上 他一定会放开自己的一种心 叫做增上慢心 慢心 什么叫慢心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好 我做的事情一切具足了 我做的事情已经没有遗憾了 但是大师不是带着这样的心 大师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面 他有说 我一生所有的这些理想事业 我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理想 希望我来生还来做和尚 这一句话跟刚才讲的和索求 都是一样 带着一份非常非常谦卑的心 没有自满于我现在 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 各位 当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回顾我们过往的岁月的时候 不管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当我们走过了人生那么多的岁月 我们很多时候 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死了也瞑目了 我这一辈子啊 该有的成就也有了 也立功立德立严 什么都有了 哎 我觉得我一切都足够了 又或者是过去的种种 哎 我已经不想再去看了 我们几乎都是带着这一种心 但是大师带着的是一份 永远会觉得 那一份觉得不够不是贪心 而是觉得 我其实还有很多进步 我还有很多众生 没有照顾到的一份心 所以这个求这个字 跟我们所看的渴望 无底洞的欲望的求 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大师说何所穷 他就是给我们视线 什么叫做一个菩萨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能停滞 不要觉得我们很了不起 有没有看到 每一次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 发生之后呢 有一些人 非常的幸运的 被救出来了 或者是他这一次 安然无事了 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可能这个人 他的生活又出问题了 为什么他觉得 我已经死里逃生了 我已经什么都不害怕了 那种不害怕 可能会让他少了那一份 其实对人 对事 对一切的恭敬 对那一份的亲近心 可能就没有了 回到了我们今天 参加的三十系念吧 在主师大的 中风国师的文字里面 还有告诉大家 请问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远呢 还是近 可以说很远 也可以说很近 相隔了十万亿 佛土之遥的一个 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要去 去而是刹那之间 就能够成就的 从一开头 中风国师就已经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一开头在《阿弥陀经》 跟我们说 一个距离那么远的一个国土 我们要去 是那么马上的 那个国土 跟我们这个世界 又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对比 那边是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但是在我们人世间 普遍 你不要说只有我们现在 普遍 过去的千百年来 普遍的人是过着是 但有诸苦 但是少有诸乐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所以为什么 他把一些非常大对比的 一些事情 把它摆在前面 告诉我们 中风国师有特别提到了 一个重点 心光 唯心小 心里面的光 当我此时此刻 心中 有力量 心中是跟 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 我是可以突破 所有的这些障碍的 我可以超越 所有的这些对待的 的确 阿弥陀佛的圣号 无量光 无量寿 这个无量 就等于没有界限 等于我们可以跳脱出 我们种种的这些 局限跟范围 回到了我们 请问当我们 是什么时候会提起 一份念佛的心呢 是要等前几天 天摇地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请问大家还记得 要念起一句佛号吗 有一些人记得 那平时 悠游自在 摆的时候 我是否 这句佛号 还在我的心中 点头人 就更少了 对吧 是的 我们其实 与佛的距离 在哪里呢 所以摆在 主持大德的文字里面 告诉我们 这句佛号 要我们的超越 要我们的放下 就是那一份 计较 比较的心 当我们今天 平常没有养成 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 倒不是说 大家动不动 就说 我对世间 已经了无牵挂了 现在我随时 都往生了 这一些 先不说这一些 内容吧 倒是 我有没有给自己 一些姻缘 让自己多一些姻缘 可以提起 自己那份亲近心 所以为什么 主持大德 会很提倡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倒不用说 一定只有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 不要误会了 谈到净土法门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寄托在 死后的世界 要往生 我需要累积 各种的福德资粮 在什么时候 累积 现在 那现在 累积的过程里面 我会不会觉得 够了 我已经累积了 做了一件好事 两件好事 我做了一百件好事 我做了好多好多的 这些功德 够了 那就像刚才 要提到大师的那 三段式的那个寄予 您可以了解的 当我今天够了 我今天不想再努力的时候 我就等于是躺平了 躺平之后 我其实不会想再努力的 其实 佛菩萨也好 主师大德也好 高僧大德也好 其实永远带着一份 谦卑的心 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 我们不会因为 我今天自满了 你今天想想看 今天念佛 请问您会不会想着 我要念几句才可以往生呢 还是我要累积多少的福德 才可以往生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其实心中 也会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辛苦 在这一段 过去的几年疫情之下 甚至这一次地震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有很多善良的人 看到了有难 有很多人第一时间 载着一些物资 就往灾区 今天你在人间福报 不是看到有人从嘉义 绕了半个台湾 去送了一千个面包 送了一千个什么样子的 这些粮食 到底这些 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 他其实就是想 跟大家几份善缘 就是一份体恤的心 大家在那边辛苦了 所以您说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如何去度过的 我们在周边的人 也有一些人呢 你就看到这一阵子的一些社会新闻 有些人习惯的是留一些酸缘 酸语 不管您做任何事情 都有人去批判 那我们其实更需要的 不如先想想看 我应该是带着一份我要结缘的心 我今天想要带着一份慈悲心 去给别人 我希望自己能够带着一份祝福 秉持这些做我该做的事情 是更重要的 回想一下 星云大师 73年前 他在台湾社会 第一次参与的公益慈善事业 什么时候呢 1951年10月22号的花东大地震 那一年他承担起要编人生杂志 答应了冬初长老 他从11月那一期的人生杂志 开始做主编 他一接下主编这个职务 马上遇到的是花东大地震 花东大地震 你想想看 我们的大师 他又是新手的编辑 他又要负责印刷的业务 这些种种的事情 那个是他的第一次 如果您有因缘去找出 1951年11月20号出版的这一本 这一期的人生杂志 您就看到后面有一个编者的一段告白 他又写到了那一次的花东大地震 让他重新看到了 燃起了佛教的信心 当时候很多教界的长老 大家也没有多少钱 大家就五毛钱 一块钱的捐助 短短的几个礼拜 大家就捐了三千块钱 这是第一批三千块钱 七十三年前三千块还挺多的 大师觉得佛教界看到那么多的护法信徒 那么多的高僧大德慷慨的捐献 佛教有希望 那个是大师最早最早在台湾这一边参与的慈善事业 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随时随刻 无时无地我都带着一份信心愿力 把我所有的生命的力量其实都带着一份祝福 这就是新元大师带给我们的慈悲智慧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 希望把幸福平安能够传播到五大中 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是喜悦的 新元大师的愿望 那刚才说的 问我一生何所求 这个我 你不要只看到这是新元大师 这个我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在面对那么多的社会事件 现在越来越动荡的国际局势 我们每一次参加共修 参加法会 参加所有的活动 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慈悲心增长了吗 自己的那一份平等增长了吗 自己那一份喜悦有没有多一些呢 最后就以大师的 一句很简单的话 我们大家都是同体共生的 什么是同体 同体就代表 我们大家彼此是平等 包容的 共生是什么 大师说 就是一份慈悲 就是一份融合 就是一份尊重 同体 我看到你跟我同样都是众生 你跟我 我们都有佛性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差别 我没多了不起 你也没差到哪里去 我们带着一份平等的心 平等的心 在面对大家 我们是共生的 我们彼此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我要尊重所有的人 我要带着一份慈悲 给大家祝福 希望大家 心里面 心里面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需要 多一点的慈悲 多一点的欢喜 多一点让自己 这份清净的心 佛菩萨 在我心里面有了 我应该要向大师学习的 行佛 我自己最后 也会是得到最多利益的 那个感应 那种感应才是最真实的 因为是来自于 我自己的 行佛而得到的 再次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吉祥 大家都是我求如愿 谢谢大家